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大党的树立主席沙拉瓦南将会回归内阁出任人力资源部长 另外也有传论清体部长杨巧双可能将被调任到其他部门 自由今日大马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谈话报道指出 沙拉瓦南重返内阁和杨巧双或被调任掌管其他部门 监视与这个政治因素有关 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沙拉瓦南曾于2020年至2022年期间出任人力资源部长 拥有领导该部门的经验 而让他出任人力资源部长也是合理 那么至于杨巧双 他所掌管的清体部应该起到的效果是 确保年轻人支持政府 然而周选成绩却显示 大部分年轻人仍不支持团结政府 因此他将被调任到其他部门 而消息也说杨巧双被调任的另外一个原因 极有可能是与我国代表团 在之前的东运会上表现不佳 未能实现夺下40枚金牌的目标 仅获得34金、45银以及97铜 在11个参赛国家当中排在第7位 那么此外也有传目前悬空的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职位 将会由国防部副部长阿德里顶上 那么较早之前媒体也有引述消息报导指 在近期可能发生的内阁改组当中 马华以及国大党的代表 都有可能受委入阁当部长 那么说到彭亨·布朗埃州一席补选 也有消息传出 指如果国门攻下这个州一席 国阵将会有四名的人民代仪士跳槽到国门去 支持组成新的州政府 更有传伊党的树立主席端伊布拉辛 将会出任彭亨州的州五大臣 那么彭亨州至今都还没有通过跳槽法令 也是一再展颜的 这场补选将会为彭亨州的政权带来什么样子的变化 目前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彭亨州的布朗埃区的州一席补选 是落在来临的星期六 也就是本月的七号 那么首相安德华昨天去到当地助选时就说到 他将会在本月的五号官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当他回来时呢 将会为彭亨州的子民带来惊喜 稍来好消息 但安华也语带开玩笑的说 条件是必须先赢得布朗埃州一席 那么接着我们就把镜头转向 滨城来看一项工业地段交易引起的争议 那么滨州中华总商会今天就召开记者会 对滨州发展机构PDC出售558.96英亩 巴特加湾工业区第二工业原地段的这个做法 以及过程呢提出了质疑 并促请呢也是PDC主席的滨州首席部长曹关友公开解释 那么滨州中华总商会的会长 那都斯里方彦华今天在记者会上就说 PDC以土地征用法令强制收购了私人的这个土地 却没有自行的开发 反而是假手于人 出让于私人发展商来发展 方彦华说 滨总总也在今年的7月27号正式致函给曹关友 信中呢就提出了这个询问 以及疑点主要呢是有6项的 而滨州中华总商会的永久民意会长丹斯里陈国平局深 今天在记者会上呢也针对这项土地的交易 再抛出了6大疑问 那么第一为何没有公开招标 第二为何没有把机会留在滨州 第三为何以地域市价出售土地 第四 滨州政府是否对有关的公司 也就是UMAC的这个财务情况 亲自做过调研 第五 为何工程还未开始 就已经是开始卖地了呢 以及第六 公司的股权出现更动 是否有按照规定 事前承报相关单位 另外 陈国平也质问 当初说好会有来自迪拜的资金 怎么如今却不见踪影 反而是UMAC公司的股权结构 出现了变化 让另一家本地发展商成了大股东 那么针对滨州中华总商会提出的这个质疑 身在东马出席活动的滨州首席部长曹关友 金武就通过文高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曹关友说 UMAC公司被委为滨州发展机构的合作伙伴 以开发新的工业区 这个项目的合作其实是源于2020迪拜市博会 BTC当时就把这项工业园的项目提案带到了迪拜市博会上 以吸引有兴趣的投资者 曹关友指出 该地段的开发其实面临着各种的挑战 尤其是其位置就是靠近不劳不容垃圾土买场 也是垃圾车途径的路线 还有就是涉及了高成本的基本设施建设等等 而在迪拜市博会的商业配对会上 UMAC就表达了对该项目投资的感到兴趣 并安排了与相关的投资者的会议 而会议的结果也让BTC对其充满了信心 那么相信UMAC可以在迪拜资助者的财政支持下实现该项目 那么曹关友就指出 项目直接谈判是获得好报价的方法之一 他说根据记录 周内之前也是有一些项目 也是通过直接谈判来进行的 效果也不错 那么曹关友也说 UMAC向BTC支付的金额是根据当下的地价 并在现有的条件下作为基础而定 他说由于涉及的这个土地尚未开发 价格因此是低于已经开发 且有基本设施齐全的工业地的这个售价 曹关友也指出 选择UMAC也是按照程序进行的 并已经经过了谨慎的调查 该公司的这个实收资本是高达1000万令吉 负债率则为0% 那么经过审查 UMAC不存在任何的坏账或是黑名单记录 可为该项目融资申请贷款 而针对UMAC公司的股东变化 曹关友则说 宾州发展机构BTC 是已经致海给UMAC寻求解释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您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 同样的信息 明镇会也没有帮助您的设计 明镇会也没有帮助您的准备 明镇会也没有帮助您的信息 感谢观看